提起董卿 央视春节联欢网会上的长青树 也被人们称为央视一姐 能在央视春节联欢网会上担任主持人的人一定是相当厉害的 他肯定具有良好的主持功底以及多年主持的经验 这点董卿当仁不让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 董卿就是一个知性优雅 温婉大方的主持人 他在不少节目中的表现都十分精彩 用实力演绎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富有师舒气自华 因此 他的工作精神和自我提升的态度值得很多人学习 不仅如此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人认真刻苦 一丝不苟 从严律即 这也为他赢得了大众对他的好评和尊重 何况董卿的颜值还很高 他的美并不是取决于他的长相 是由内心深处释放出来的气场的美 每次亮相都能够散发出高贵典雅的气质 称得上是这些年央视主持人的代表 而董卿的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他离开了央视 对于央视是一大损失 对于观众也是很大的遗憾 但我们只看到了表面 没有看到实际 所以不确定董卿是不是真的离开央视了 当然 董卿这些年在主持界也结识了不少好朋友 撒贝宁就是其中之一 撒贝宁也是央视的主持人 在今日说法和出彩中国人等节目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近年来也参加了许多综艺节目 他那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其实撒贝宁算得上是高智商人才的代表 北大本硕毕业 央视炙手可热的主持人 他的官宣履历是普通人所不能比的 更是人们眼中人生赢家的模板 而撒贝宁的成功之道源自于他长期的坚持努力 他升职作为一个主持人 知识的重要性 即使已被誉为金牌主持人 他仍然保持着学习的热情和精神 这也是他最终登上事业巅峰的关键原因 董卿和撒贝宁被大家称为黄金搭档 两人也一起合作过很多节目了 都是一些用综艺效果的节目 也是因为主持节目让他俩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撒贝宁和董卿之间的交情那是非常好的 好到什么程度呢 那就是撒贝宁向董卿开口借钱的时候 董卿连问都没问 就直接说想要多少钱 这样的友情简直太珍贵了 其实央视的主持人里面 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 但是要说敢和董卿开玩笑的 就属撒贝宁一人了 曾经董卿和撒贝宁两人一同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 而节目中来了一位小妹妹 她自称能够驯服各种小动物 为了印证小姑娘的话 节目组为她准备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动物 有萨摩耶犬 也有蜥蜴等等 小女孩首先让小狗乖乖听话睡了下去 随后又把蜥蜴从玻璃箱里拿了出来 她介绍说蜥蜴虽然是一种看起来比较可怕的动物 但是她的性格却是比较温顺的 所以见到这样一个稀有的宠物 撒贝宁十分好奇地盯着她看了许久 之后她还表示要给台下评委席上的评委们看一看 由于生活中蜥蜴很是少见 因此董卿也非常好奇 见到董卿也想要接近蜥蜴看一看的神情 撒贝宁立马贴心地走到她身边 当所有人都以为撒贝宁起码会将手里的蜥蜴与董卿保持一定距离时 不料撒贝宁突然上前 将蜥蜴用力往前一戳 似乎是要撞在董卿脸上 这让刚刚还在微笑的董卿下的惊慌失措 急忙向后退 神色慌张 看到这一幕 观众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可见两人的感情也是真的好 才会如此开玩笑吧 谢谢大家